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利用中间这个30分钟的时间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那么上午呢我们有不同的专家来给大家介绍技术 然后呢这个在各个层面的应用 然后我们来讲一讲这个技术和各个层面 怎样转化为我们自己的能力 也就是怎样去找工作 那我是从维多利亚出来 所以那我们维多利亚大家知道是做职业培训的 所以我们的目标就是通过我们的培训和program 帮助你尽快地在最短时间内 在最有效的方法的帮助下找到工作 那我们现在开始 我这个是照片 照片看不到人的身高和胖瘦 现在看到活的了 那在线上很多人听过我的讲座 我相信 那今天是看到活灵活现的人 刚才我们说校长说我是年龄最大的 我是1963年生人 这个60岁 这个希望今天下午这30分钟 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好的体验 那么我们之后呢 首先先看今天的这个 就是我们要讲的题目吧 首先我们要看一看 因为既然要找工作 我们就要明白这几件事情 第一呢 数据的工作 这个job market在20232024 有什么样的特点 然后我们怎样去正确认识这个职场 这个里边我不涉及具体的技术了 因为前面的大咖们都已经讲过了 那我就来具体介绍 我们经过怎样的步骤 我们能够来一步一步实施 在最短的时间内 用最有效的方法 把自己准备停档 然后我可以开始找 并且尽快找到工作 在我今天来的路上 我们还看到在群里有人在讨论 两天前有一个同学 零基础转行拿到offer 就是跟我们在 整个系列课程学下来 然后他是今年 二月份 我记得二月底 跟我在做这个咨询的时候讲的 然后我们就开始 他在学习之后开始找工作 好 那么我们开始逐步展开 给今天的这个跨程 第一个呢 就是找这个数据 20232024的工作 那么在市场上呢 因为这个风云变换 技术啊 难度啊 层面都在变化 所以我们总结了一下 根据我们2023年 这个2023年到可能未来的展望吧 就是同学们找到工作的特点 那么我来给大家大概总结一下 第一呢 它的工作特点是 你应该更 更加的有竞争力 这是第一个 第二呢 就是你的技能要更加过硬 因为大家知道AI来了 那么你要做AI 不是被AI取代的人 而是要能够跟AI协调工作的人 我想这个是大家的共识 经过今天早上 我们各种讲座 可能有人已经知道这个特点了 就是AI的发明 不是为了取代人类 是把人类的工作 做得更快 更有效 和安全性 好 那我们 第三个就是我们看一看 你要掌握一些 比较现代的 或者是比较在潮流之上的 这样的技术 第四个呢 就是你要有过硬的 能够被认可的工作经历 这一点很多人忽略了 学了一大堆技术 考大堆证书 最后发现 发了简历 时辰大海 没有回应 因为你欠缺这个 好 那第五个呢 就是更加严格的 这个背景调查 这个我想很多人 在加拿大找过工作的知道 那好 那我们第一个呢 那你怎么样去做呢 那么相对于五点 我们应该认真的来回顾一下 那我们以往做的事情 或者说我们将要怎么样进行准备 那第一个呢 就是应该你准备的更好 更充分 我们叫well rounded 就是你没有任何的缺陷 对吧 基本上没有主要的缺陷 第二个就是你需要 polish你的这个实践 在实际工作中可以应用的技能 第三个就是你要学习 这个比如说 我们刚才说了 需要学习现代的技术 对吧 那么现代技术 下一个风口浪尖 应该就是AI大数据related 好 这个其实听起来很虚 就是大家感觉 实际上真正做起来 它是实实在在的一个技能 OK 那好 那最后呢 那第四个就是 既然没有经验 那你就要把自己变成有经验的人 第五个呢 就是你要建立很好的这个背景 那这样呢 你能够拿到reference 是吧 这个大家知道 找工作没有reference 你是不可能拿到offer的 那好 那大家看看 首先我们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市场 那就是为什么数据分析 还是非常流行的 这两点决定了 数据分析在短期内 是不会被取代的 第一个呢 就是数据分析 什么是数据啊 数据是关于business 或者业务流程的反应 那么没有电脑 没有数据 你就不可能运行business 所以任何的业务 任何的公司 任何的企业 它想运行 想存在 它一定有自己的业务 那么业务转化成 电脑的信息 可以管理 就是数据 所以它会从各个层面 去对数据有应用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既然每一个公司 都有自己的业务 那么它就需要有数据 因此数据不分行业 各个行业 各个地方 都有自己的特点 那么它都需要 自己对应的 关于数据的服务 和数据的分析 这两点确定了 你在任何地方 在任何的行业里 其实都可以找到工作 那你说 我以前没有经验怎么办 好 那我们一会儿 跟大家解释 你没有经验怎么办 OK 因此呢 只要你坚持这三个点 基本上找工作 你还是在正确的轨道上 第一个 你要确定正确的方向 这个求职呢 选方向很重要 如果你一上来 方向选错了 或者不迈自己的level 或者自己的 这个不是擅长的领域 或者不管怎么样 这个方向 如果没有确定的正确 你会白花利息 或者花很多利息 可能达不到效果 第一个是最重要的 第二个是呢 在确定了方向以后 你要把自己变成 相对的 我们叫qualified candidates 也就是说 你要掌握正确的 这个使用方法 那么因此我们说 你要take right away 这是正确的路径 第三个 就是做正确的事情 那刚才我们说了 你就是那几套流程 那好 那我们现在来开始 给大家看 这个流程方面的应用 我这个 好 所以呢 那么我们的这个 现在我们回到重点 就是很多人说 我从来没做过这个工作 那么我们叫three knows 第一 没有背景 第二 没有相应的技能 第三 没有相关的工作经验 这三点决定了 你的简历没办法写 那么就没办法 开始找工作 对吧 好 那我们看看 这三点怎么样来解决 那在我们过往十几年的 数据培训的领域里边 我们维多利亚全体员工吧 包括我们team 整个我们打造了一套 非常有效和实用的方法 那第一个 没有背景 你需要build up你的背景 也就是说 你要建立好你的career OK 那么这个有一定的方法 所以包括下面的两部分 第一 你要具备相关的技能 第二 你要获得实际工作经验 这两个是相辅相成的 就是说 技能表示 你能够做这个事情 而工作经历表示 你曾经做过 而且你被前一个雇主接受过 那么这是你很好的一个履历 好 下边呢 那么数据工作呢 基本上就是三个 three notes 我们说 就是没有背景的人 或者我们说零基础的人 那么现在呢 我们从同学找到工作的摸索来看 基本上是三个层面的工作 以前呢是两个 后来呢 我们最近找到工作 好几位同学都是拿到了中间这个工作的机会 所以我们把这个单独列出来 做成一个求职的方向 第一个方向就是数据分析师 这个大家知道 就是data analyst 这个呢 这个呢是基本上是在前端 给各个line of business做工作的 就是每一个业务部门 他需要自己懂技术的人 然后来具体服务他team里边的人 可能是小到五个人 可能十个人 可能十五个人 然后他做的report 可能给周围的人用 所以这个分析呢 是非常business oriented 第二个叫BI reporting analyst 这个经常呢 简称就叫reporting analyst 像我们两天以前拿到offer这个人 就是report analyst 他做的是这个工作 那么这个工作呢 要求你不但要懂一些business 懂一些data 同时你要懂一些advanced的技术 就是说 不是给某一个team做一个小的任务 而是说 我把这个整个的组合 那比如说我全是risk management体系的 那这里边的数据 我可以拿出来整合 给risk management里的不同的team来用 那这个呢 可能他要求的对数据的 这个理解驾驭能力要稍微高一些 OK 就不是说前段只给一个小的 team来做了 第三个 data engineer呢 这个很多人忽略了 认为这个是给有技术背景的人的 是也不是 这看你的怎么认识这个背景 那data engineer呢 主要的我们想的方向是说 它是稍微有一些背景 或者以前做过数据 或者呢 你是至少是理工科背景出身的 其实就可以 因为它其实越往上走呢 它对技术的要求越高一些 对技术要求越高 相对来说它更加的 这个就是common 更加generic 那么对具体业务的流程 就稍微的远一些 所以呢 这个给大家 就是通过技术来快速转行的人 这个提供了一个机会 我们很多同学 以前有学美术的 什么广告设计的 这个一步到位 到了Data engineer 那可以拿到这个 八万以上的年薪的工作 非常的好 OK 好 那我们就通过这个来给大家 来解析一下每一个的过程 那么Data list呢 基本上是给每一个 我们叫Lob 叫Line of Business 就是比如说你是做Risk 你是做Marketing 你是做各种分析的 Finance的 甚至有的是HR的 你说HR需要做数据的吗 我有一个学生在 这个Scotter 还是Scotter 然后找到工作呢 过来问我们说 老师这个 大概我有这么个东西 你看这个大概的原理 对不对 我一看 他是给HR做数据的 就是做HR的 Employees Performance 这个Review 就是你看你HR 给你的Employees 提交的服务怎么样 比如说别人完成一个Request 需要一般两三天 你每次都做一个星期 那你的Performance有问题 对吧 所以他会分析这些东西 那么包括很多很多 这样的公司 包括Payroll 跟你的Over 你的Working Hours的时间等等 好 那这个呢 里边非常非常的 就是具体 那银行里边很多的 或者说很多的公司 包括零售业 包括这个Marketing的公司 其实哪个地方都需要 这个甚至于我们有同学 第一份工作找到 在两三百里一个制造业 一个制造工厂 那工厂好像是做塑料配件的 Anyways 我们大家知道 盖楼那个塑钢 都是那种东西 他在那找到工作 这里边没有几个做办公室的 他是其中一个 用电脑干活的人 最后呢 他把它用 就用很简单的依扫工具 整合了以后 全公司的所有的数据 全部完整 全部正确 以前经常出问题 因为你手工准备 肯定不行 所以价值不言而喻 然后他一年以后 就直接跳槽到RBC了 当时他拿了三个offer 我记得 两个银行的 Anyways 就是这样的这个例子 腐蚀结识 我们大量的成功学员 那这个呢 是给非常非常的初级的人 就是基本上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要求相对来说 会少一些 好 第二个呢 BI reporting analyst 我们加重题了 就是说 这个可能 要稍微的多一些 我们看那个图标 也看得出来 它基本的要求呢 是说 analyst using industry standard 什么叫industry standard 就是 比如说你在银行找工作 那么它有银行的standard 这个platform 我们用哪些工具 那么有的时候 我们不用这些软件 有的时候 我们不用那些软件 但基本的差不多 我们就是业界标准 OK 那如果做reporting 现在大家知道流行的 就是Power BI是一个 那么Type Blue 是可能紧随其后 然后剩下还有一些 其他的工具 但是Type Blue呢 因为 sorry Power BI 因为背后有微软的加持 就是今天早上 我们那个路易斯讲的 是吧 然后它后边有云 有Azure在做支撑 前端呢 在中间环节 有这个GPT的plugin 然后后边还有很多东西 所以这个我想可能会后边 在就业里边 也许这个应该更加的闪亮 OK 但我们是用这个例子 实际上其他的工具 很多地方也用 那么短时间内 你不能说学十个 那你可能选一个最主要的 那我们可能选 在市场上最popular的 这个我想 这个是目前 这个就业里边的一个策略 第二个呢 就是更加的technical 也更加需要更加的skills 也就是说 你需要一些 reporting的这个数据库的方法 那么另外呢 你需要知道数据库在远端 和在local的运行 就是两个 一个是在公司内部 一个是在云端的运行 这个可能你要懂一些 就这两个结合是主要的技能 跟reporting analyst有关 好 我们找到这位工作的同学 就是学的我们这个系列的课程 那么第三个呢 这就更红一点 更红红火火 这个找到工作 一般都得八万以上的工作了 至少 这个engineer呢 它是企业 企业级的标准 就是构造 通过一些成型的技术 来构造企业级的应用 它建立出来的数据服务 其实不是给一个team用的 它是给全公司100个team用 也可能是给整个企业 给整个银行 释放数据的潜力 那么另外呢 它当然 这个做的越多 它需要更高的level 而且对数据啊 对数据库啊 对后端的理解 要高一些 所以它要懂 不是简单的数据的要求了 它是要懂data warehouse 就是数据仓库 大家知道 那么这个还有呢 你要懂一些数据维护的方法 还有呢 这个比如说 数据坏了 我怎么恢复 这样 或者保证它 没有这个 没有outage 没有interruption 这个都是engineer要考虑的任务 这在前端 其实人并不知道 但是后端 其实已经出了大事了 但是前端的人 他并不care 因为这个solution还在 data还能用 但实际上 后边已经出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 可是我们知道怎么做 所以engineer的人 是保证公司数据平台运营的 OK 好 那么当然 保证运营 它就一定要有更好的技术 这个技术呢 统称叫business intelligence 这个专门是给 这个大数据 大型这个平台 然后data warehouse 做服务的 当然 说起大数据 就离不开cloud 那么这里边 就是它需要cloud的技术 基本上在 目前市面上 就是两套 比较流行的 一个是 这个AWS 就是那个 Amazon那个云 那个呢 很多business做得好 因为它 做很多business应用 但是 Azure的这个平台呢 就是Microsoft的 这个Azure平台 那么它更多的是 偏向solution 所以可以说 它是给这个集群 然后构造这个platform 更有用 我知道的呢 因为我最后一个银行的背景 是从CIBC出来的 那是我的算是老家吧 所以 我跟他们有很多联系 他们在 转这个Azure的人 OK 那么 之前他们 几个月前我听说过 他们一个director跟我说 他就是管这个 migration 说你要有Microsoft certified 这个Azure的这个证书 100到150块钱一小时 他们找不到人现在 就是说这个 在做这个migration 因为这个数据量和这个平台的复杂性过高 所以他要找这个 这个能够做这个事情的人 好 那么三个层面完了以后 我们来看一看 那我要介入找这个工作 那我们的平台怎样认知这个问题 第一个 数据分析师呢 非常适合零基础 他们说零基础 这个是真正给零基础的 通常呢 他入门的标准 大概零到一年经验 掌握一些相干的技能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 New grades 或者是刚刚转行的人 这个年龄不太大 比如像我这样 还可以 你可以转行 这个就是做这个呢 其实 很多人认为 我必须是年轻的才做 实际上不一定 就是你年龄大 面试的时候 没有人问你 你多少岁 对吧 这跟中国不一样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说 这个简历你也不用写 你是哪一年毕业的 或者是你是什么 他不应该问你这个问题 因为这个是属于隐私 这不可以问的 这涉嫌到 涉及到这个 Discrimination 不可以的 所以 那你只要觉得自己年轻 我就写了 我就有一年的经验 那你找一个入门级的工作 没问题 我们有50岁以上的人 第一份找的就是 一年以上经验的 那就是说找一个junior 他先坐起来 一年以后 马上跟我们再来学习 高级的技能 一年以后转到中级 然后高级 那两三年就完成了 整个的这个职业的蜕变 OK 那就直接一年 一年一万 一年一万 那么就拿到了八九万 十万 这个是眼见的这个成果 好 那么第二个呢 叫做BI Analyst 刚才我们说过了 这个呢 大概要求高一些 可能需要两到三年 因为你服务的对象 更加的多样化 对吧 所以你说我就做了一年 那你能做几个项目呢 你能服务几个Customer 对吧 所以这个 你的内部的这个机遇也不多 因此它大概两到三年是make sense 这个不是绝对的 你说我有四年经验 能不能申请这个 我不认为不行 这个它都是相对的 但是最终呢 我们说你要准备 你得有一个方法和目标 因此这是我们可以期待的方法和目标 第三个就是Engineer Engineer呢 要求可能要高一些 比如说三年以上 大概是 因为它一般都是给中级以上的 这种职位 因为它涉及的Solution 技术相对更复杂 所以你说我就一年经验 这个我们不能说没有 去年我们有一个Montillier的学生 在Sherbrook 好像那边有个公司 这个大学叫 Sherbrook好像是个大学吧 他从那毕业的 然后呢 就拿了一个Junior的 Data Junior的工作 七万块钱 他也挺高兴 那刚毕业嘛 就不错了 那这个什么事情都有特例 但是我觉得我们找工作 你不能找那个特例 对吧 你要找的是 找这个Common Sense 那这个呢 你成功率才会提高 好 那我们现在 说了这么半天 那我们要提升一个高度了 看一看 你要找工作 怎么样准备 这个呢 基本这六步 我想是必备的 就是你要找工作过程中 每一个每一步 都要实现好 这个不是我发明的 是我们的同学 无数同学成功 验证了以后 我们把它收集总结出来的 第一个步骤 就是你要做规划 你的方向 一定要正确和精准 OK 这是第一个 当然涉及到 个人的背景 个人的学习的兴趣 然后还有你的时间安排 等等 有人说 我现在还在Walmart 这个马货呢 白天我得上班 我也没时间 那我们就得要制定一个 你part time 怎么学习的问题 有人说 我现在白天 我没事了 或者有人说 我也没有经济压力 如果找到工作 我可以辞去这个工作 全职来找工作 那是另一回事 所以这个是完全 要每个人的情况来定的 那么确定了以后 这确定两个方向 第一呢 是你的目标 是什么 第二 就是你的timeline 你要花多长时间 准备step by step 去把这个 就业的准备完成 好 第二个 确定的方向 你才能学习技能 有人是漫天去学的 网上有很多的 free的material 到东看一个 西看一个 最近找到一个 跟我来咨询的人说 看了一年了 所有的技术 都都看完了 但是发简历 也没人理的 好不容易有个面试 问两句就完了 他也没法回答 因为你根本没有 整体地去打造你的履历 所以这个问题呢 你根本就是 你可能问 不同的一公司的人 不同的人 问你两遍电话 打你两遍电话 你可能说的都不一样 因为你根本没有准备过 对吧 所以这个是有问题的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你要获得 appearance 要有工作经历 这个是你 找工作必备的技能 没有了这前三项 你的简历没法写 因为你怎么写简历呢 找工作简历是敲门砖 简历上就要体现这个 你在哪个方向 学的有什么技能 另外你在哪个方向 曾经做过工作 所以这是你的 这是一整套的流程 那么所以我们叫 polishing resume 就是说你要把简历 写得跟你的 准备找工作的方向 要匹配 第四个 就是你准备 并且赢得interview 前四个做好 那么interview的准备 就是这样的了 所以当然了 我们会讲一下 我们的服务 那就是说 我们会给同学 一对一做面试的辅导 就是你在面试前 哪怕头一天晚上 十一点半 你说老师我不行 我今天还有一个事 我忘了 问你 那十一点半 你给我打电话 我会给你接电话 告诉你 明天这个 如果这个公司 这个背景 问到这样的问题 你应该怎么解答 因为我们见过的人太多了 这个就是说 大概基本估算一下 是八九不离十的 好 那么这个最后呢 我们有boarding service boarding指的是reference check 就是说 他决定面试通过 决定给你offer的时候 他就要问你要reference right 那么这个reference是 你说你在哪儿做个工作 他行 把你公司的manager 给信息给我 我要去打他们公司的电话 或者他不问你 他就直接去联系 对方公司的HR 现在很多公司是这么做的 所以你这个地方 最后一步 是千万不能做假的 如果你做了假 被发现了以后 这个会进入一个黑名单 因为现在很多reference check 特别是中大型的公司 都是用统一的 一个大型的这种 连锁的这种公司 比较著名的 我知道五大银行 包括什么保险公司 他们都是用一个公司 叫stirling backcheck 这个可能知道 在这里边做的人就知道 他都是用这个公司做 所以你要说你做了假 他发现了 这个在系统里存进去以后 以后你再找 没准他一下就找到你了 当然你改名换姓是一回事 那是立马是 但是我觉得这个reference不值得 不要去take这个城市 好 那下边呢我们就来看一看 那既然这样了 学习技能我们有哪些方法呢 第一个就是技能的选择 那我们给大家制定的方案 基本都是这样的 就是说第一个 你要容易这个学习 就是这个技能不能太难 它是在市场上比较流行的 然后呢你又快速能学得会 第三个呢就是能够 对不起我这有一行字跳了 没看到 这个版本可能是 算了没关系了 就是说呢这三个是协调的 第一就是你要找的这个技能呢 广泛应用 如果你找一个很偏民的技术 没有几个公司用 你去哪去申请职位呢 第二个就是这个不能太难 你能够快速能够学退啊 你说这个技能很好 你学两年还没学完呢 这个技能没有意义 对你找工作没有帮助 第三个是它能够被工作精力证明 什么意思呢 就是将来你找的一个第一份 哪怕是实习的单位 人家基本上广泛应用 用这些技术 你如果用的太复杂 没几个地方用 除了大公司买不起这个license 这个你的选择可能有问题 OK 那么下面呢我们来看啊 就是基本上我们把技能呢 分成两种 第一种就叫 General或者Common Skills 这个就刚才我们说的 它基本上迈至了找工市场上 如果你看到一百个 跟数据有关的职位 大概八十个是需要这样的职位 甚至于更多 这个就是你找工作的主流 你说我就找那百分之二十的机会 那你自己凭空把自己 放在一个独木桥上去找啊 第二个呢就是它应该是 popular和new skills结合 也就是说像刚才我们说的 比如说你要找AI啊 GPT啊 这个什么更加的新颖的技能 或者Cloud啊 Big Data啊等等 这些都是算这个additional 就是既有基本的能力 保证你百分之八十的这个能力 这个技能你能够match 另外呢你有一个shining skills 这样看起来你是站在风口上 或者是你是站在这个 怎么说就是top skills OK 你站在这个前沿 那么下面呢我们来具体看一看 怎么实施啊 这是我们在整个program的过程中 就是我们总结的 我自己呢常年带的课程 基本这里边有啊 但是也有的不一定是我带的 OK 但是主要的都是我们这个系列的 那我是刚才校长说 我是院长啊 实际上我只是资深一点吧 比别人教课的时间长一些啊 那这个数据系列 基本上是我们整个的数据学院 摸索出来的这么多年的规律 好 第一个呢 目前当仁不让 我想用过数据的人 在数据池场里边 或者接触过的人就知道 那当仁不让应该做分析时 应该是仪扫的 是当仁不让的主流 OK 这个没有一个地方 你会躲开仪扫的 那么仪扫背后的英雄是Access 这两个都是Microsoft Office的产品 这个在用过的场合就知道了 那么仪扫是适合计算 Access是适合在仪扫背后 提供数据的engine 那么它可以把仪扫 管不了或者管得慢的数据 在Access里头 可能在秒级响应就可以做出来 这两个是经常混在一起的 第三个就是你要掌握一种 数据库的技能和知识 不管是哪个数据库 但是目前我们肯定要找流行的 对吧 那么最后呢 你会掌握一个reporting的工具 这个刚才我们说Power BI 如果你说我会Type Low行不行 也行 那么你说我两个都会 当然更好 那我们要说呢 因为现在AI OpenAI GPT出来了 那微软应该是主流 所以我们要是跟着微软走呢 可能机会会会多一些 那我觉得Power BI 可能是一个考虑的选项 另外我们知道AI来了 对吧 所以呢 你下一个打星号的就是 你将要 下一步将要具备的能力 那么我们想 我们已经看到AI GPT的plug in 今天早上这个 我们这个Louis 他是从微软来的 我跟他很熟啊 然后他就讲 就是说这个里面慢慢就有了 其实 以扫以后 不是人去做这个计算了 而是你给GPT做提示 他来给你产生计算 然后计算直接贴在椅扫里头 你就不用做了 那么这个也好 当你要做一个process的时候 他会自动生成macro 然后给你来控制这个运行 当然 他做完了以后 要人来确认 和把它实施出来 那这是谁做的 是做数据的人做的 就是你不可能放任 他自己去做的 他第一 这个business背景 我们要有人去确认 第二 我们要有人去跟他交互 确认他做的东西 第三 要长期维护 对吧 所以这个是需要做数据人的 第二个层面 就是BI reporting 那我们讲的是 你需要有一些 比较高级的数据库技能 这个呢 可能是需要query 另外需要你知道怎么样 在数据库内部 去构造这个数据的流程 这是一个 第二呢 Power BI for reporting and BI 这个是必备的了 第三个就是 你需要reporting on-premise and cloud 就是你需要 在local和cloud之间 构造一个数据的连接 然后这个reporting 可以自由地 在local和cloud之间 做reporting 也就是说你躲开cloud 可能你会吃亏的 找工作 当然我们说cloud 因为Power BI cloud肯定是Microsoft Azure 这个 然后GPT的plugin 它会有SQL的plugin 这个plugin进去以后 它会帮助你用SQL 去构造这个data processing 就是我们说的 它会构造一个流程 另外呢 它会有Power BI plug-in 这个都是有的 那现在已经看到了 它有加进去的 好 第三个过程呢 Engineer 那要求的技能 就更高一些了 所以它要求 Power BI for engineering 就是说你知道 Power BI不是做一个工具 而是Power BI 做一个solution Engineer和analyst的区别是 Engineer关注solution 而这个analyst 关注数据的呈现和使用 那么因此呢 这个里边 你可能需要做数据维护 那么就是DBA的工作 所以这几个都是Engineer的任务 同时呢 plugin它会在整个BI solution 除了前两个以外 它会有BI solution的plugin OK 好了 那下面呢 我们快速给大家总结一下 刚才我们讲的方法 因为我是从2点45开始了 所以我大概讲25分钟 好 那么就是 首先呢 我们来总结一下 就是整个PaaS Service 在我们的这个成型的技术里边 那我们维多利亚数据学院 这么多年 一直给大家 总结好了这些任务 第一个 就是你做这个consultation 就是做咨询 如果你自己不确认 第二个是学习技能 第三个 就是呢 你参加实习 那么有人说 我找不到第一份工作 但是没关系 我们从校长带队 我们给大家一起来 做这个guarantee的这个call 就是说 如果你参加我们的课程 那么我们会guarantee 帮你找到call OK 好 那么这个call 帮助你获取工作经验 获得reference 所以你的简历才能写上去 第四个 我们来提供这个简历 及面试的这个辅导 另外呢 我们会帮助你联系雇主 做reference check 这几个都做完以后 那我们全部的 这个整个team有力的支持 就是我们全部的课程 都是online的 包括你学习资料 包括你的实现环境 这个可能我们也是 可能也是这个 唯一的一家了吧 就是说 我们全部是用小型的云 就是你不需要在自己家里 电脑上下载安装任何软件 你只要用我们的环境 你上去就可以了 那我们这边 你需要的软件 我们都在我们的后端的 这个alive上面 小型的云里面 全部都预装好的 好 那么另外呢 我们提供这个课程 所有的这个recording 包括这个后边的免费服务 这个都有 好 那么这个里边呢 所以我们的第一个package 就大家知道了 第一个package给数据的就是 那么我们用esal加上exe加上sql 再加上powerbi with这个python和sql for data analyst 这个过程呢 是在这个图上 这个图给大家展示了 做DA需要的这四个核心技能 好 那么package2呢 就是这样的了 我们刚才这个 其实是个总结 那我们看看package2做的任务呢 就是如果你要做BI reporting analyst 他需要的核心技能是这个 就是他组合起来 是跟我们刚才那个有点区别的 不一样 这个颜色可能 这个大屏幕上看不一定很鲜艳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engineer engineer要求的 需要懂一些更高级的技术 所以他说 我们需要懂Data Warehouse 需要懂BI的solution 那么需要呢 这个powerbi的支持 同时需要后端式数据库的支持 另外呢 你要懂data怎么样去做维护 和这个和高性能的恢复 好了 最后呢 我们跟大家再强调一遍 就是这过程 首先你要做career planning 记住了 第二 学习技能 第三 获取工作经验 然后你就可以打造你的工作履历了 好了 那下面呢 我们这个基本上呢 就是我们讲一下我们的co-op 就刚才有人问 可能说 我说你的co-op怎么回事 是吧 我就是没有经验 那个那么呢 我们的co-op可以帮大家 获取第一份数据相关的工作经验 这个co-op的公司呢 都是我们学校的团队呀 包括我们成功同学 他在公司里边 可以建立广泛地跟我们的联系 所以我们会获得很多很多这样的机会 那么这个是我们经常合作的一些co-op公司 其实这里边还有啊 我们这个图是不断在扩展的 每个月都有新的公司加入 跟我们来合作 说我们可以给学生提供co-op 这个co-op不是光汇顾于学生的 其实帮助公司也解决他们的任务 好了 那下面呢 make a plan 怎么样去做这个任务 所以这里边都是我们刚才做过的 就是一个是各样的情况 基本上co-op呢 是我们联系不会很长 一般一期四个月左右 这个正好迎合了大学生 做co-op的这个过程 所以你可以选择不同的时间段 来参加co-op co-op呢 基本上每隔一个月 差不多都有新的公司 开他们的项目 那你赶紧最合适的时间来参加 OK 他不是说一定每年就夏季秋季两次 不是的 他随时都可以的 就是你什么时候ready 什么时候可以看申请最近一期的co-op 好了 那我们看一看怎么样去最终实施 你可以把你自己准备成一个数据的专才 那通常情况下 我们广大学生呢 是采用这个六个月的时间 因为我们所有的课程呢 是三个月结束 大概十个星期一期 然后加上长周末呀什么之类的 因为我们的课程都是在周末run 所以它是六个月 三个月一期课程 同时呢 co-op是四个月 但是co-op跟学习后边 可能有一个overlaping 就是说 大概三加三 差不多时间 所以六个月最多 你应该可以准备好 那么有人说 不行我着急啊 我这个 我不想在沃尔玛再马货了 是吧 我赶紧得找一个工作 坐在办公室里的多风光 是吧 那怎么办呢 那我们就三个月 可以实现 也就是说 刚才我们说的是 时间你要保证 另外呢 你要拿出全部的精力来学习 那这个呢 可以在一个月之后 一个月之内 完成你技术的储备 那这怎么学的呢 那我们不是说了吗 我们所有的课程 都有实况录像 对吧 你可以注册以后 尽快拿到上一期 全部课程的录像 然后快速学习 除了吃饭睡觉 七天二十四小时学习 你比别人学习的效率要高 那么学完以后 立刻赶最近期的 co-op来执行 那co-op进行到中间的时候 你就可以开始改简历了 因为co-op进行到一半 你知道做什么任务 你也知道怎么做 你也知道团队是什么 公司文化 基本你都知道了 所以就开始准备简历 你不用把co-op做完再找 它不是一个顺序的 它不是一个serializable的 它是一个parallel 也就是说 它可以是simultaneous的 那么好 那我们整个的过程呢 就介绍到这儿了 这个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想正好时间 因为我是3点45 现在校长要求我是 30分钟讲完 我正好啊 这个想上线 所以我们就 那么下边 我就把时间 交换给我们学校的 这个下一个主讲嘉宾 好 非常感谢大家的时间 如果有问题 大家可以联系学校 然后我们猜看 怎么样去针对每个人的情况 给大家做确定的咨询 谢谢 谢谢大家